每一次的谈判还是有进步了 还是有是不是 对 因为第一次的谈判是 大家都知道是不会有结果的 那第二次的时候 就已经有谈到人道走廊的问题 那当然当时有达成协议 后来在执行的时候 那双方各指责对方没有打 没有遵守达成了协议 但是至少前面停火了几个小时 可以让一些部分的人可以离开 这个比较第一次来讲 那这个就是进步了嘛 那现在第三次的时候 还是有进步 因为您刚刚讲的 开了六条的人道走廊 那即使没有通往波澜 通往白俄罗斯或是俄罗斯 你只要是难民或者是外籍人士 往白俄罗斯或俄罗斯走 他一定把你送回去嘛 就是送到你要的目的地 例如说假设你是日本人 那你到俄罗斯的时候 他还是会辗转的把你送回日本去 或者是送到哪一个 例如说波兰的一个转接点 然后再从波兰运回日本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进步 因为你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有进步 那照如果说在第四次是外长对外长的话 那一定是政治性的谈判 也就是说他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我觉得他的格局就不会只是在技术性的 他会再拉高一点的 拉高一点那这个态势基本上来讲 也就是欧美的就是北约 北约对乌克兰的态度 我觉得就会起了一些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说北约对乌克兰态度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北约评估 乌克兰已经大势已去 对 守不住 那对北约来讲 他们就要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不就是整个打到底 然后要不就是各让一步 然后让这个战火停下来 这个战火停下来 这样子然后再来讨论下面一步 反正现在北约在事实上 已经不会让你乌克兰加入北约了 不是口头上了 是事实上 你就是进不去了啦 我不要你啦 他的行动就摆明了嘛 因为乌克兰的行动是摆明 我就是要加入 那北约的行动就是摆明 我就是不娶你 我就是对嘛 我就是不娶你嘛 一个愿意嫁 一个就是不愿意娶 那么不愿意娶的人 嘴巴还讲得很漂亮说 每一个国家都有主权 都有自主权可以加入 你不能剥夺他有这个权利 所以你不能剥夺乌克兰 有权利要加入北约 那北约也有自主权 决定那要不要娶乌克兰 对不对 所以你俄罗斯不能逼我 说我不能够没有权利 我一定要有权利 能够要娶还是不娶嘛 那这个就是颜面上 好但是实质上我就是不娶 实质上 可是问题是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很闷 因为当初就是你一直骗我 我本来我跟俄罗斯是老情人 我跟俄罗斯这个老情人呢 我们既好又不好 就是有的时候好得不得了 有的时候又一起吵架 就是死好死坏 死好死坏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小三就是北约 你一直勾引我 一直勾引我说 叫我嫁给你 一直勾引我 然后给我开了一堆条件说 如果你嫁给我的话 我要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吸引我 吸引我到最后 我就好 我要断绝 跟我老情人的关系 可是老情人说 不行 我当初在你身上 花了那么多钱 我死了你看二次大战的时候 我为了你跟德国人打仗 死了百万人 在这个地方 百万士兵在这个地方 血战杀杂 所以我为了你 我已经在二战的时候 死了百万人 而且我为了你在二战之后 我把我的重工业 我把我的科学家工程师 我的大量的人都移到你 乌克兰这边来 我为了你 我连克里米亚半岛 本来是我俄罗斯的 我都交给你乌克兰了 我已经 我急尽办法讨好你了 而且呢 我为了你 我的天然气被你偷 我都认了 你欠我钱 我也认了 我都为了你 都这样做这些事 你最后你要移情别念 我没办法接受了 然后我就警告你 你如果移情别念的话 我一定会报仇 我一定会报复 我一定会霸凌 暴力相向 我已经告诉你 我一定会暴力相向 那乌克兰就很害怕 乌克兰的女生 她很害怕很害怕 然后她就跟北约说 她会跟我暴力 她会 恐怖情人 对 她是恐怖情人 然后北约就是说 你放心 我对你的承诺 坚若磐石 对不对 我对你的承诺 坚若磐石 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三十个会员国 我们的整个国防预算一兆多美元 俄罗斯才六百五十亿美元 我们有一兆多美元 我们的人口有四五亿人口 不对更多 因为欧洲就四亿五千万人 美国有三亿多人 然后我们的人口有八九亿人口 比俄罗斯多了五六倍 国土面积大人口多钱多军队多 飞机多航母战斗群多 我都多俄罗斯十几倍 好 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 所以乌克兰就铁了心了 立宪 说我一定要加入北约 宪法上立了 然后呢 摆明了一个态度 就是我不怕你俄罗斯 因为我有一个新的情人 他给我做支撑 结果呢 好了 这个旧情人恐怖情人 最后就警告这个小三 说如果你真的娶她的话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做 然后呢 这个小三呢 他就是说 你不可以这样做啊 你如果怎么做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付你 好 结果他做了 做了以后 这个可怜的乌克兰人被打了 其实他不应该被打了 可是他被打了 因为暴力就是不对嘛 暴力就是不对 他被霸凌了 所以他就回头来找这个小三 帮我吧 帮我吧 救我 结果各位观众朋友 您看 这个小三多么的不负责任 说我支持你 我的心永远跟你同在 虽然我们距离很遥远 但是我的心跟你是很近的 我会联合全世界的人 包括台湾在里面 我们一起加油 对你加油 你要勇敢的跟俄罗斯人 你的这个恐怖情人 要跟他对打 我们给你加油 给你加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哇 这个真的是含台湾在内啊 就对乌克兰人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可是乌克兰人 已经被打了遍体鳞伤了 真的很惨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小三勾引 这个乌克兰的小三 北约的老大 他叫亚美利坚共和国 他就尖若磐石了 我就是不出兵 你要我弄进行区 不干 你要我把石油跟天然气 整个断 不干 你要我再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行啦 这样子俄罗斯到时候 真的会打我 连我都一起打了 所以我为了怕被俄罗斯打 所以我不想发动 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呢 我对于天然气石油 我要完全不满 做不到 然后呢 我要再加强制裁 做不到 我要用金行区 做不到 我要跟俄罗斯打 做不到 什么都做不到的情形下 你这小三 再加油 再加油 我精神永远跟你同在 继续 说你要嫁给我 但是我不会娶你 好 那教授乌克兰撑得下去吗 因为普丁呢 他其实已经在这个停战四条件当中 其中一个就是你乌克兰要先停火 那乌克兰会放弃抵抗了吗 最近这几天 因为刚刚朱凯翔他觉得其实差不多了 真正惨烈的军事动作还没有开始 还没 还没开始 因为对俄罗斯来说的话 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减少俄军的伤亡 那你要想方设法减少俄军的伤亡 那也就是说对于乌克兰的阻力 尤其是具有高度杀伤性的武器装备 要想尽办法的去摧毁 所以你会看到他几乎都是用炸的 可是他又不像美国 因为美国当初炸伊拉克的时候 因为美国人钱多嘛 美国人钱多 所以美国人在炸伊拉克的时候 是一波一波 你就看到这样导弹这样飞这样飞这样飞 可是俄国钱没有那么多 所以俄国你会发现他第一波的时候 大部分丢的都不是很精准的炸弹 所以他的飞机要飞得很低 他的直针机要飞得很低 那因为你的飞机飞得很低 直针机飞得很低 你本身被打下来的激励就比较高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可是你看当俄罗斯把第一波的弹药打得差不多 那是比较旧的弹药的时候 他开始用新的弹药了 也就是更贵的精密度更高的 所以您看那时候在基辅的 也就是乌克兰的中西部的那个机场 八枚导弹就把整个机场摧毁了 那八枚导弹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精准式的价格比较昂贵的 这个制导弹那个导弹 那这样的话一个机场 一个庞大的空军基地 尤其是乌克兰的空军司令部 就整个就被摧毁掉了 所以我想目前来说的话 俄国已经大量的 已经把这些乌克兰的这些防御力量 已经摧毁一大半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地面部队 也就是俄军的坦克部队 我觉得开始要大举押进去了 那您说会不会一开始就直接押进城里面 跟这个大城市里面的居民 或是跟乌克兰的军队进行向战的话 我倒觉得如果我是俄国的话 我不会那么快的时间就做这件事 我还是把它围起来 我围起来 然后我围起来以后 我先把旁边的一些小城镇 我再强调是小城镇 把旁边的小城镇一个一个收拾掉 收拾了然后开始进入这个战场清理 那进行战场清理了以后 把你这个大城市的外围都把你切断 切断以后补给就很难进去了 补给很难进去了以后 再为一段时间就把你的水电关掉了 那也就是说你的物资粮食 尤其是新鲜的水果 猪肉鸭肉都进不去 再把你的水电关掉的时候 你的冰箱也不能用 那你的物资的损坏率就升高了 你城市规模越大的话 你这个城市的这个统治者 就是要维持这个城市的运作 就困难越高 因为它的安全问题 卫生的问题就会出来了 例如说我住房子的没有水了 那也就是我的排泄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没有办法 缩前马桶排不掉的话 那这些都会开始产生问题 那居民没有办法再住在家里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离开 那如果难民越来越多 往这个欧洲涌进去的话 例如说500万假设到1000万 欧洲人就撑不住了 你看英国人最自私 英国人就是不收难民 他不要难民 他给钱 他说我可以给钱 但是难民 而且他千方百计的就是 签证就是很慢慢的 慢难民已经到了边界了 到法国这边来了 然后他慢慢的 他就一张一张的慢慢 我这个行政程序一定要弄完 然后这个你帮我看一看 然后他再过两三天 这个你再看一看 他再过两三天 我们还在处理 我们不是没有处理 你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接办 但是签证就是还没下来 所以那些难民就卡在法国这边 法国也不想收这个难民 法国也很烦 说你英国人不要虚伪了 所以你看部长跟部长 可以直接吵起来 你就可以知道欧洲人 他们的这种讲一套做一套 这个是漂亮极了 就是漂亮话人人会讲 漂亮事会做的人可不多